狼,或稱為灰狼,在生物學上與狗為同一物種 為延生犬科動物中體形最大的物種 狼這個物種曾視地球上分地區最陰的暴雨動物 包括北美和歐亞大陸,但如今在西歐 墨西哥與美國大部分地區依然絕跡 它們主要棲息在荒野或偏遠地區,但並不限於此 由於人類厭惡狼對患養生畜不顧一切的獵報行為 以及害怕被狼攻擊的恐懼,棲息地大量的破壞 其棲息地已經縮減了三分之一 目前狼主要分於北半球的溫帶區域 它們是生態系統原有的一部分,各地不同生態系統的多樣性 反映了狼這個物種的適應能力 雖然就整個物種而言,狼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為絕種威脅程度最小的等級 然而在某些地區,不同亞種的狼被列為貧林絕種或是受絕種威脅的動物 現今在很多地區,狼仍然因為活動或是被示威對生口威脅的原因,而遭受暴獵 狼是社會性的獵食動物、狼群以群居的形式組成 包括一對配偶及其子女,有時也包括收養的未成年幼狼 狼屬於典型的食物連上層略食者,在它們的棲息地中 只有人類和老虎對它們構成實質威脅 它們通常群體行動由於狼會捕食羊等加速 因此直到二十世紀末期前都被人類大量捕殺 一色亞種如日本狼、紐芬蘭狼等都已經絕種 進行獵捕時,如果獵物是成群的 狼在接近獵物時會先隱蔽自己 然後試圖打散群體或設法隔離出落單的個體 如果目標獵物站著不動,狼可能會放棄它 也可能會促使它開始跑 對於小型獵物,狼會嘗試盡快抓到 對於大型獵物,追逐會拖掌,以消耗獵物的體力 雖然有紀錄一匹狼曾追蹤一頭路遠達二十一公里 但狼通常在追逐一到二公里後就會放棄 有時一匹狼會出現在獵物前方,以吸引獵物注意 讓對偶的狼從後方襲擊 狼群也可能布置突襲陷阱 曾發現印度狼從山溝追逐登陵 而其他狼在與鮮滑好的洞中埋伏 當食物缺乏時,家族中其他狼便要付出飢餓的代價 特別是不再受惠食的狼 這與柴和非洲野犬相反 他們的幼犬會優先得到食物 繁殖其中的狼會先吃 雖然參與獸獵的狼在獵報過程中出力最多 但他們在長距離獵報後會休息 並讓家族其他成員不受干擾的吃 等繁殖中的狼吃過後 家族中其他的狼會私下殘骸 到比較遠離其他成員的地方進食 狼號有許多作用 通常在獵食前及獵報後 狼會用狼號來聚集其狼群 狼號也用來傳達警告 特別是在狼月附近 在風暴中或不熟悉的地區 也用於找出其他狼的位置 和遠距離溝通 狼本身並無所謂狡猾或貪婪之本性 但狼在狩獵時的雜性及智慧 所以在農家民族文化中 往往被引申為殘忍惡毒 並用來形容貪婪、空邪或亡因負義的人 大家喜歡狼媽,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內容 喜歡的話,請按讚、訂閱和分享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 謝謝觀看,我們下次見!